大家好,上节课给大家讲了如何快速地掌握一门框架,以及TensorFlow的基础知识点。 这节课会教大家如何用TensorFlow写一些基本的模型,运行一个完整的项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常见的线性回归的模型。 为什么在这里我会先讲线性回归呢? 因为大家知道在机器学习的模型当中,线性回归是一种最简单的建模手段。 我们给另一个数据点集合,作为训练集,线性回归的目标就是要找到一个与这些数据最为吻合的线性函数。 对于一个二维的数据来说,这样的函数对应的就是一条直线。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看代码。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些包给加载进来,然后去设定一些参数。 这里我们设定的参数有三个,第一个是学习率,Learning Rate,设置的是0.01。 第二个是迭代的次数,设置的是1万次。 第三个是Display Step,设置的是50次。 这个参数的意思是每隔50次迭代,我会在屏幕里面打印出日志。 首先我们来设定一下这个训练数据。 训练数据呢,TrainX我们用NumpPi写的一个数组,TrainY也是一个NumpPi的数组。 N samples是TrainX的一个维度。 我们把TrainX和TrainY的值给打印出来。 现在要开始设置Placeholder。 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讲过,对于输入数据X和Y,首先会设置一个Placeholder降位幅并且指定它的类型。 在模型开始训练的时候,我们通过Placeholder和FeedDict将数据灌进去,就可以训练了。 那这里设置的X和Y都是幅典型的。 设置完X和Y之后,我们再来设置模型的权重和偏执,也就是W和B。 因为W和B在模型训练当中是会不断更新的,所以这里我们用的是Variable来保存W和B。 最开始的权重W和偏执B是随机的。 这个线性回温的方程非常简单,是Y等于X乘以W加B。 Multiply这里表示的是X乘以W。 然后再把这个值和B相加,就是我们预测的值。 再来设置Cost Function。 这里的Cost Function我们设置的是均方差。 用Reduce Sum来表示。 设置好Cost Function之后,我们会来设置梯度下降的方式。 其实这里梯度下降的方式有很多种。 在后面总结,支持点的时候会大家一一举出来。 这里选择的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我们是通过Optimizer来进行梯度下降。 指定了学习率,然后最小化Cost就可以自动的修正。 我们选择的是Gradient Descent Optimizer,这样一步一步的迭代。 好,下面要开始训练了。 在训练之前,我们首先要初始化所有的Variables。 这一步非常重要。 如果在训练之前不进行初始化的话,那在训练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报错。 开始训练的时候,我们要首先启动一个Session。 Run一下初始化的Variables。 然后把所有的训练数据灌进来。 这是便利每一次迭代的次数。 这里的TrainX和TrainY是两个列表。 Zip的话就相当于把它们两个搞成了一个字点。 Sess Run Optimizer这个是T度下降。 然后这里的数据是一次性灌进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打印出每一次delight的log日志。 我们这里刚刚说的Display Step,这个地方是指每隔一个Display Step,设置的是50,就会打印出一个日志。 我们这里输出的时候会有三个信息。 第一个是delight的次数。 第二个是Cost下降的值。 第三个是更新的权重W。 第四个是当时的偏制B。 当我们迭代完之后,就会显示Optimization Finished,显示我们模型运行完成。 最后我们会通过做图的方式来看一下模型训练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训练的这些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显示的是每个50次迭代,就会打印在屏幕上面。 每一次的迭代的话,它的Cost都是在下降的。 可以看到从0.22下降到0.20,然后0.19,0.18。 每一次的权重呢,也是在不断的更新的。 当然因为这个数值是非常小的,所以看起来更新并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这里设置的迭代的是1万次。 来看一下最后好的结果。 这个运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大家稍等一会。 好,我们的结果完成了。 当我们迭代到1万次的时候,这里就显示的是训练完成。 那么总的训练误差就是0.07。 这个时候的W和B分别是0.24和0.80。 看到这个做图,红点代表是原始的数据,也就是我们刚刚自己设定的trainX和trainY。 蓝色的线是通过我们的线形方程,Y等于WX加B来拟合的一条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线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算是一条直线的。 除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固定的点。 它的总体的形状上是成一条直线的。 当然拟合的效果也并没有说非常拟合。 下面呢,我们这个模型训练完了之后,用一些测试的数据来去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 同样,我们在这里的话也搞了一些测试的样本,也是通过numpy写了两个数组。 这些数字都是自己随机理定的。 TestingCost也是通过计算预测的值和我们原始的TestY的值,之间的一个均方差。 然后我们会打印出这个TestingCost的值,之后画出测试的图是什么样子的。 刚刚已经一次性跑过了,这样我们直接看结果就行。 这里显示的是TestingCost是0.079。 我们刚刚训练的误价是0.076,这边这个泛滑效果还不错。 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蓝色的点代表我们自己随便设定的一些测试的样本。 蓝色的线表示的是我们通过这个点来拟合的线。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到泛滑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看到TestingCost和TestingCost都是0.07左右。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TestingCost是0.07,但是TestingCost比如说是0.5或者0.8,它们相差非常大的话,也就是说明你的训练的时候拟合的效果非常好,但是你在测试的时候拟合的效果很不好。 说明我们这个模型拟合的效果非常的差。 这个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讲解。 这个模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前期的话只需要设定几个参数。 学习率,迭代的次数。 这个参数其实可设置可不设置,只是为了方便每隔50次打印出来一次,显示在屏幕上面。 后面的步骤都非常的常见,首先设置placeholder,然后设置模型的全中和偏执。 设定我们要理合的线形回归的方程,并且指定一下Cost function。 这里我们选择的是均方差,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 譬如在机器学习当中常见的Cross Entropy,表示的是交叉伤。 以及我们之前了解到的SVM的Hinge Loss,这个都是Cost function的一种。 具体我们选择哪一种均方差,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指定好Cost function之后,我们就要定义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梯度下降。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方式,能够让这个Cost达到一个最小值。 那么达到最小值的话,有多种方式。 这个多种方式呢,也就是我们这里所选择的Optimizer。 常见的像这种Gradient Descent Optimizer,也有基于重量的Optimizer,ADA Grad等等。 每种的方式呢,它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大家先掌握一下这个整个流程就可以了。 在运行之前,一定要触手画所有的Variables,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开始训练的时候,需要启动一个Session,灌入所有的训练数据。 并且打印出每次迭代的Log日志,输出我们的Training Cost。 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线性模型。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手写数字识别呢,相对于大家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例子了。 大家在网上搜的话,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资料。 这个数据集包含有6万张用于训练的手写数字的图片, 还有一万张用于测试的图片。 所有的图片的尺寸都已经被标准化了,并且尺寸为28乘以28。 每一个手写数字的数据单元有两部分组成, 不管是训练数据还是测试数据, 它都是包含有一张包含手写数字的图片和一个对应的标签。 这个标签代表是0到9。 在这个训练的数据集当中, 它是一个形状是6万乘以784的一个张量。 第一个维度数字用来锁影图片, 第二个维度数字用来锁影每张图片中的像素点。 在这个地方的张量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表示的是某张图片里的某个像素的强度值, 介于是0到1之间的, 0代表是白色, 1代表是黑色, 0到1之间的这个区间内的值表示的是灰色。 为了简化, 每张图片已经被转化成一个1乘以728的一维数组, 表示的是784个特征。 数据集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下载。 这个是我们的train images, 也就是我们的特征, 这个是train labels, 这个是测试的images, 这个是测试的labels。 好, 现在我们直接开始来运行代码。 同样的, 我们先引入tensorflow的包, 然后加载手写数字的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的加载方式呢, 已经在它官方的examples里面写好了, 所以我们从tensorflow.examples.tutorials.mnist, 引入input data, 去把这个数据集下载到本地。 然后看一下, 我们首先抓取了这个数据集, 下载到了temp data文件夹下面。 同样的, 首先要设置一个参数,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设计了学习率, 设置的是0.01, 迭代的次数是25, batch size是100, 这个batch size的意思就是, 我每隔一个批量的数据, 我把它放入到模型里面去训练,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数据集的话, 训练集是有6万张, 测试只有1万张, 如果把6万张的数据集, 一次性放到模型里面去训练, 嗯, 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个会占用一定的内存, 而且计算量会比较的大, 我们可以通过每次加载100张图片训练, 然后再加载下一个100张图片, 放到模型里面去训练, 这样的话, 这样少量批次的训练, 可以加快我们模型训练的速度, this last step设置的是1, 这就每迭代一次, 我就在屏幕里面打印一次它输出的日志, 现在我们要开始写这个计算图, 首先是这个计算图的输入, x和y, x是784维的, y是10维的, 10维的话代表它有10个label, 10个label呢, 就是指0到9的这个数字, 同样的我们要设置权重和偏制, 通过variables来设置, 这里的模型采用的是一个softmax的多分类模型,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设置的cost, 是cross entropy, 刚刚我们在线线回归的例子里面也讲过, cost function有很多种方式, 所以这里呢我们采用的是cross entropy, cross entropy表示的是交叉伤, 梯度下降呢, 同样采用的是gradient descent optimizer, 好, 开始要训练模型了, 首先要触始化权重, 然后启动一个session, 在这个地方我们采用的方法是, 批量的把数据灌进去进行训练, 所以我们会便利每一个batch, 这里写的是totalbatch, totalbatch的数量是所有的手写数字的总的sample数量, 除以这个batchsize, 那我们便利这个整个batch之后, 每一个batch的数据都是通过amnist.train.nextbatch, 然后通过每一个batchsize来加载进来的, 然后把每一个batch的数据放进去训练, 这里的feed dict的x和y, 就写的不是trainingx和trainingy了, 而是写的是每一个p量的数据, batchx和batchys, 然后我们会计算一下平均的损失, 这个地方会展示每一次迭代的日志, 所有的迭代次数完成之后, 就会显示我们模型训练完了, 给大家运行一下, 迭代一次的时候, 这个cost是1.18,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是0.66, 第三次第四次, 我们看到每一次迭代它的cost值都在下降, 因为我们这里只迭代了25次, 最后的迭代的cost是0.33, 所以它的总的正确率是0.88, 因为这个地方采用的模型非常的简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准确率0.88并不算特别的高, 这个准确率其实跟迭代次数, 学习率等等都有一系列的关系, 我们这个地方改一下迭代的次数, 譬如我们在这个地方把25改成100, 然后再来进行迭代, 看一下迭代100次之后它的准确率是多少, 大家稍等一下, 这个地方迭代了100次之后, 准确率提升了0.01个百分点, 上一次迭代25次的时候是0.88, 现在是0.89, 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 当我们迭代次数足够大的时候, 这个准确率是否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或者说学习率进行调低, 我们这个准确率是否也会有进一步的改变, 当然这个都属于调参的技巧方面的问题了, 在后面我们不断的给大家讲更多的实力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如何来进行调参, 这次课呢, 主要是想通过这两个最基本的例子, 一个是线性回归, 一个是手冶数字识别, 来告诉大家做一个完整的模型, 然后运行一个完整的项目, 我们的整个流程应该是怎么样的, 首先会加载这个数据, 然后设置一定的参数, 这两步完成之后, 我们会写一个计算图, 把我们的xy以及w和b, 包括我们要运行的模型的方程, 以及cost function和optimizer, 全部都写在这个计算图里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启动一个session, 把我们写好的计算图, 放到这个session里面去训练了, 但是在开始训练之前, 我们首先要初始化所有的参数, 这一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训练的方式也分为很多种, 可以一次性的把数据加载进去, 进行训练, 也可以通过批量的方式, 每一次为一个batch的数据, 放到feeddict里面, 再进行训练, 训练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测试模型了, 这就是一个完整项目的基本训练流程, 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 仅仅讲我以上, 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还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一些知识点, 譬如cost function如何选择, optimizer的梯度下降的方式, 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 模型保存了之后, 模型应该如何的保存, 以及恢复, 包括我们用自己的数据的时候, 应该如何把这个数据换到模型里面去,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 在下一次课当中, 我会给大家先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个例子的知识点总结,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梯度下降的方法总结, 和模型的保存和恢复, 下节课我们会详细的讲解,